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咸菜蒸的这个军鱼就是这样的就是江南菜讲的是鲜咸配嘛就是活死配嘛 阴阳 红烧圈子 这是上海的名菜 圈子 这个圈子是因为为了你们这次来我们还专门弄了头猪 杀了头猪 来 你试试看 专门杀了头猪 两头窝是吗 对对对 这个就是油豆腐是自己做的 就猪肉烧油豆腐 嗯 对对对 这个油刃就是有刃劲儿 这肥肠有刃劲儿 周老板的眉头皱到一种幸福感 是吧 它就是后面那一拳嘛 红烧圈子一定要是就是油肠就是肥肠后面那一拳 后面肥的那一拳 很香 对 吃完了很香 那你知道这一拳它就就就就就就就 香度就没有那个好了 那也不至于扔啊 不不不 请问大夫最后要评选中你最爱吃哪个菜 肥肠第二次加了 已经定了 已经定了 用行动表明哪个是最爱吃的 这个鸡看起来 其实是走地鸡 那你添点酱油 周老板吞了一口口水是不是 怎么把我看得这么没有出息 擦一下 滴下来了 看错了 嗯 这鸡好鲜呢 鲜嫩 就真正好吃的时候就是什么呢 叫樱桃甲鱼 樱桃甲鱼 就刚刚长樱桃的时候啊 樱桃季节的甲鱼 是最好的鲫鱼叫荷花鲫鱼 嗯 刚开荷花的时候 那个鲫鱼拿来了之后 你不用其他料理 嗯 就是三片火锤 一点点盐 下去蒸 上锅一蒸就行 那个汤是先的是 就先掉眉毛 先掉眉毛 多生动的语言 这是鸭汤 您站起来自己咬点鸭汤吧 这就是其他没有东西 就是两个鸭子加个盐 但是它一定要老鸭 你真正的老鸭 你必须要三年以上的鸭汁啊 来炖汤才是叫老鸭汤 就是慢慢地纹火来的 这烧了多长时间 这得三四个小时吧 应该是今天中午 你们到的时候 就应该炖下去了 而且用这个 就是这个是疑心紫砂糊 人家做糊的那个泥炖 哎呦 多厚的紫砂 对 这个 这个锅比那个鸭子贵多了 倒挺痒的 齐默你能理解这样的人吗 就是为了一口吃的 可以走遍全省 甚至走遍全世界 到哪吃的不勾钱 必须得吃的最好的 对对对对 我以前不理解 现在越来越能理解 因为我之前就是 就是年轻的时候 更年轻一点 去哪玩 我觉得玩好最重要 对 怎么住吃什么 无所谓 我街边随便吃一口就行 对 但是我这两年发现 我出去以后 留下那些美好的回忆 都在于我当地吃了啥 嘿嘿嘿 你是开悟了 会有点这种感觉 就是吃好了 我这一趟回想起来 就会很高兴 对对对 所以好吃的人都朋友多 我最门最后 是我一辈子的朋友 因为我们两个就是 刚才给你们说那个笑话 找鸡吃啊 就是我跟他 嘿嘿嘿 全省各地 只要有一口吃的 车就出来了 一起去 当时吃那个台州菜 就是当时在御环 嗯 车开开开开开开 开了之后 结果涨潮了 吃好饭了之后 没回家的路了 继续吃 哎呀 吃到退朝 吃到退朝再回家 再走 开六个多小时 哇 就是御环 你一定要是渔民自己 小船打上来的 嗯 他就是用清水 一冲之后 然后一煮 吃它的鲜味 那种鲜味 那种鲜味是真的 吃到最后 返璞归真 是吧 嗯 去掉一切装饰 花少 就是吃食材 嗯 但是您说哈 人的味觉 难道不存在差异性吗 就是 就是谁的口味为标准呢 是吧 谁给你的口味启蒙 谁就是你的标准 我是奶奶养大的 奶奶给我的口味 从小开始开第一口吃 就是吃那个奶奶之后 不是开口的时候 嗯 那第一口就给你定型了 所以你就是像我这样的菜 很多那个就是我把我的想法 告诉小卢 然后他慢慢做 然后我们慢慢地探讨 我厨师都是这样交流出来 我听说他们说 十二岁以前的小孩 就是你要让他多吃不同多元的东西 如果你一直让他吃肯德基啊 麦当劳啊 之后他就固定 他就觉得这样就好 他就没有那个味觉的灵敏度 跟吃的那个分别度了 因为很多人都说菜 没有菜味 就觉得你要再吃纤维 然后没有味道 但其实菜是香甜的 比如说西湖 纯菜 嗯 有很多人认为西湖纯菜不好吃 但西湖纯菜 你就是这个纯菜 踩在要吃 人要趴在一块门板上 然后手在水里做叶 就小河还没露尖尖角那一点 嗯 那个纯菜才好吃 嗯 那么叫纯炉滋思纯炉滋思 你一定要纯菜正当令的时候 做到江里的鱸鱼 这两样东西组合起来 那这个纤维是自然纤维 哦 因为你现在 你什么调料加多少 什么味精加多少 那个就已经完全不是那个菜的味道了 来来来来我们小朱老师拿这里 哎呀小朱老师刚刚干完活啊 真是谢谢谢谢太辛苦了 我说你要做菜的话 跟农民先学些 从种菜开始 然后他就开始学农业 当时我跟他说不用鸡精 他开始想不通 为什么不用鸡精 然后我们要他听书嘛 就是你要学习的话 就是厨师要多学习呢 就是 然后那天我回来的时候 他突然非常高兴地跟我说 大老师我想明白了 为什么不用鸡 我说你怎么想 我明白了 他说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蜘蛛精 鸡精 狐狸精都是精 精是不好的东西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领悟 我我没来草堂 我在外面工作的时候 那个鸡精味精都是 就越放越多嘛 这个属于就没这个东西 就是不会做菜了嘛 总觉得味道不对嘛 对对对 那不用鸡精味精的菜 比用鸡精味精的菜 是不是会少点香啊还是怎么样 它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鲜嘛 但这个鲜的话 它其实它会有后遗症的 就你吃完以后 你想拼拼喝水 走肝嘛 而且这个东西对身体也不是很好 这就是一个是真实的鲜 一个是假鲜 然后有时候就是荤素搭配 鲜鲜搭配 它把这个鲜味就出来了 其实就是你自己要去感知这个食材的这个特点 比如说我们那个上海青 就是说现在这个时候的上海青 其实并不是特别好吃 因为还没有下霜 下了霜以后才好吃 那么这个时候你在烧的时候 就是煮的时间要稍微长一点 这样相对会弱一点 那么它现在的青菜呢 它自身的甜味是 没有打过霜还没有油嘛 那么就是你在炒的时候 稍微一两盒糖进去 不用多 但是让别人就是吃不出你放糖了 就很自然的一种感觉 那么你鲜味就出来 五味调和嘛 你把这些味道调 调到一个你自己觉得很舒服了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感觉自己做菜 自己会不是很满意 但是别人吃的都说可以可以 对对对 这个也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有时候就是碰到一种 可能今天不在状态的时候 你就感觉 厨师是不能骂的 我经常说的就是 小猪如果跟他老婆吵架的时候 我不要再烧饭了 今天才保持是吧 今天那时候他拿着勺子 我吵死你我吵死你那碗干了 那是满满的怨气在这个那个吃得出来的那种火种的 这些就是一吃就知道厨师啊 今天心情不好 哦 这就能看得出来 多下两口烟这样 有眼泪的味道 咸 就是我来的做的第一样式是接电 哦 接电 以前没电的 以前是我们插一个热灯块全村没电的 不稳定 不稳定啊 很不稳定 然后我们先建了一个就是那个 就是动力积电站 第二个是接水 现在留下来的村民大部分都是就是没有能力出去打工的 我们小猪在管理那拨人啊 几乎就是老弱病残 嗯 年轻人都出去了 啊 这个也是我们也是很矛盾的 就是村里孩子要教育 一教育好了之后就等于说就放出去 嗯 那我们做这个教育也就是我们在做猪猛班也好 我们做我们的夏令营也好 就是小手牵大手 就我给家长们开家长会 那就刚来的时候来接小孩的时候都是打赤膊来的 嗯 那么然后跟孩子们说就回去跟爸爸说明天来的时候就穿件衬衣 然后呢就套上衬衣之后呢不扣扣子 那么再跟小朋友说是不是啊就是让爸爸妈妈把扣子系好 都说要系好人生第一颗扣子 你们也把叫爸爸妈妈把扣子系好 把文明礼节交给农民 吹后话语 就是欲化农民先农民化嘛 这是叶阳初先生的话 不是就是你只有亲近他 就我们现在回来我只要开车一过船的时候 他们说的第一句话不会说是来了 就是说回来了 我得吹药我得吹药 是什么二甲酸瓜 我是二甲酸瓜 我是糖尿病 然后是肾脏的恶性肿瘤 啊 那你看着还这么健康 我根本没把病当病 那你跟陈老师正是一对病夫啊 对对对 从病相连 陈老师是特别像病人 我是特别不像病人 我从来没有把那个生命当成那个 你那打官 所以陈老师脸色红润都是你帮他补的 对他今年到这儿来 三月份到这儿来到现在已经种了七八斤了 他的作品比如说像那个三叉树之恋 好听 他三叉树之恋的这个主题曲 当时我的一个师父的儿子就过世了 就我用了他的这个音乐去做了整个一场追思会 结果一场追思会没有一声哀乐 但就用了这么个背景音乐 结果全场跟跟这个一点没关系 只是司机去帮忙开车的 就两个人会抱在那边哭 就这种直接心灵的那 所以他的音乐就是有一种爱与忧伤 就是很深的